大家好 本节课为大家讲解一下使用Selinum和Chrome或是Platium.js抓取淘宝美食的一个过程 众所周知 淘宝的页面是比较复杂 还有各种请求参数或是加密参数 如果我们直接请求或是分析AJAX的话 将会非常的繁琐 那Selinum它是一个自动化设计工具 它可以驱动浏览器去完成各种操作 比如模拟点击输入下拉等各种功能 这样我们只需要关心操作 而不需要关心后台发生了怎样的请求 Chrome大家肯定很熟悉 一个常用的浏览器 而Platium.js它是一个无界面的浏览器 毕竟我们爬取的时候 开着浏览器是非常不方便的 使用它可以更方便的帮我们完成爬取 本次我们要爬取的内容是淘宝美食关键词下的所有保费内容 并存储到MangoDB 使用到解析固执开Query 在本节课开始之前 请确保你已经安装了MangoDB 和PiMango PiQuery等相关类估 下面我们分析一下淘宝这个站点 打开淘宝 好 我们在这里输入一个关键词 比如说叫美食 然后点击搜索 然后下拉之后 我们看到有好多好吃的 我们现在要爬取的就是这些内容 然后我们点击审查元素 来看一下网页的原代码 来请求 那么先点击Network这个选项卡 然后把Brigus log勾选上 然后刷新一面 然后可以看到下面就会有好多好多请求 我们点击第一个请求 然后可以看到这是原始的一个URL 我们看一下它的返回结果 可以看到这里面有很多JS 然后后面的就是一些导航内容 然后是一些CSS 没有任何的商品议席 然后看一下其他的请求的话 也是非常的负的 包含的许多参数 然后我们再看一下这个请求 它的参数也是比较多 而且还有一些我们不知道的一些莫名其妙的一些参数 所以说这样的话 如果如果让我们分析JX的话 爬取就会非常的困难 所以说我们这次就用CVNM来实现一下 那么我们要完成的这个流程 就是首先我们需要模拟在输入框中输入搜索的关键词 然后点击搜索按钮 然后会获取首页的内容 然后接下来就会模拟点击翻页 或是在后面这个输入翻页 然后获取后续的页面 然后把网页的原代码都拿到之后 我们再分析拿到宝贝的各个信息 然后存储到蒙古地币数据库 那么我们接下来分析一下这个整个的流程框架 那么第一步呢就是搜索关键词 利用Clinum驱动浏览器搜索关键词 然后查询得到商品列表 那么第二步呢就是分析页码 然后并用翻页 首先我们需要获取有多少页 然后再模拟点击翻页 那么第三步呢就是分析提取商品内容 利用PyQuery来解析原代码 然后得到商品列表 包括图片之类的各种 然后第四步呢就是存储到蒙古地币 好接下来我们就开始实战 然后用代码演示一下整个流程 好首先我们打开派上 好新建一个项目 比如说叫淘宝美食 当然这个项目面你可以任意的去 点击create 创建一个新的项目 然后我们在这里首先创建一个新的文件 比如说叫Spider.py 好 那么第一步呢 我们就是首先引路这个Clinum这个库 那么就fromClinum 然后importwebdriver webdriver就是相当于一个驱动 浏览器驱动 然后接下来 那么第二步呢就是我们需要用webdriver 然后上面一个浏览器驱动 比如说复制为grosser grosser就是浏览器的意思 它等于webdriver 然后可以看到用了点之后呢 下面可以看到有好多好多浏览器 比如说chrome,age,brefrox,ie,open 然后我们在这里首先选chrome 因为chrome我们调试比较方便 那么在这里呢我们首先运行一下 好你可以看到这里会突然的出现一个chrome浏览器 但是它现在什么都没有 因为我们还没有写任何的代码 如果你现在出错了呢 那证明你还没有安装这个chrome的一个驱动 它需要一个chrome driver 那么这个怎么找呢 那么我们搜索一下这个chrome driver 好我们用谷歌搜索一下 然后可以看到chrome driver的一个官方页面 然后打开之后呢可以看到有一个latest release 也就是最新的版本 然后点击 点击之后呢可以看到有几个chrome driver的一些下载 然后有linux的mac的windows的 你可以选择下载各个盘本 然后配置到环境变量 那么配置到环境变量这里呢就不演示了 那么比较简单 如果配置好了之后呢 你可以在环境变量里面 按到它 比如说在面链行里面输入chrome driver 你可以看到有这样的信息 或者说如果它有响应的话 你能证明你的chrome driver已经配置好了 好 那么再回到我们的代码中 我们继续完成我们的下面的操作 那么下一步呢 我们就是首先看一下淘宝这个界面 我们第一步呢 就是首先回到淘宝的首页 然后先输入这个关键词 然后再点击搜索按钮 那么第一步呢 我们首先需要请求淘宝这个主页 然后在这个输入框中 拿到这个输入框和搜索按钮 好 我们首先定一个搜索的方法 那么第一步呢就是用这个browser gap 方法 然后首先请求这个淘宝的首页 然后第二步呢 因为我们需要等待这个浏览器的加载 比如说它加载是需要一定时间的 我们需要判断它已经加载成功了之后 才进行下一步的操作 所以说我们现在就需要一个判断是否加载成功的一个方法 那么这个怎么来实现呢 我们来看一下那个Slynum的官方文档 搜索Python Slynum 好 第一个结果就是 那么我们在这里打开第五个位置这个选项 那么第一个呢它是显示等待的一个过程 那么这个呢它是指定某一个条件 然后设置一个最长的等待时间 如果你要想要加载的一个目标元素 它没有在指定时间内加载出来 那么它就会抛出异常 那么我们可以看到在这里有一个设置时间的过程 然后设置条件 然后后面这是一个设置你要加载的目标 那么我们可以看到这边是引入了一个web driver width 然后还有一个expected connection 然后在这里我们缩起为一个ec 然后后面的话就是有一个你要加载的目标 然后它是一个选择器 你可以用ID来选择它 或者是用其他的方式来选择它 好 我们把这些代码复制一下 首先把引入的内容复制一下 就到我们代码里面去 然后接下来是一个设置等待的一个过程 我们再护制一下这条码 好 我们把这个driver改成browser 然后我们需要改一下我们的选择的目标 因为这里是一个示例 所以我们这次首先需要选择的是我们的输入框 那么这个输入框我们首先检查一下元素 那么先找到我们这次用css选择器来选择一下 那么我们先选中它 然后在浏览器中点击右键 然后选择copy 然后再选择copy selector 就可以拿到它的css选择器 那么可以看到呢 这个by后面它就有一个css selector 也就是css选择器 然后你可以用其他的 比如说xpath或者classname等等 那么我们把这个css选择器粘贴过来 其实它就是一个queue 那么把它复制为一个import 然后我们需要选中的是哪个这家按钮 然后把它复制为一个submit 我们把这些这个代码复制下 然后呢 这个ec不是一个选择条件吗 那个选择条件 刚才那个选择条件是它加载出来就好 那么我们可以看到分档里面下方 它已经提供了一些内置的加载条件 也就是说这里这个是判断它已经加载出来了 那么按钮的话 最合适的一个加载条件就是 它是可以点击的 比如说我们要等到这个按钮是可以点击的才可以 好我们复制一下 把这个条件拿过来 然后后面的话就需要传我们的按钮的这个目标 然后同样的用css选择器 css selector 然后我们在浏览器中把它的选择器复制下来 我们选择这个按钮 然后这里右键copy copy selector 好 然后粘贴过来 好 这样的话这个按钮我们就拿到了 那么接下来呢 我们把这个weight这一部分代码 改写一下 因为它后面可能要用到很多的一个等待 的方法 我们把这一部分直接复制为一个变量 把这一部分都替换一下 替换成一个weight 好 这样的话 那个输入框还有提加按钮都好了 那么下一步呢 我们就是要模拟这个操作了 那么输入框呢 我们首先要知道它是需要输入一些内容 我们看一下这个API里面 它有一个action chance 也就是说一些相应的操作动作 比如说这里有click click and hold 下面有还有double click 然后还有一些 下面我们可以看到有一个send case 比如这里send case呢 其实就是一个输入框 然后输入内容的一个过程 它可以让我们传入一个三数 然后就可以输入一些内容 然后我们在这里调用一下 好 输入美食 好 那么submate呢 就是一个提交按钮 那么它有一个click 也就是说它需要输入内容之后 然后点击这个按钮提交 好 那么写完之后呢 我们调用一下这个色彩方法 然后写一个man方法 调用一下这个色彩 好 下面加一个判断 f name等于man 然后调用一下这个man方法 好 接下来我们运行一下这个代码 那么可以看到呢 这里就出来了一个chrome浏览器 然后加载完了之后 它输入了一个美式 然后直接模拟点击了这个搜索 这个操作 注意我这边鼠标没有做任何操作 是它自己驱动模拟点击的 好 好 那么我们再进行下一步 我们首先输入美食 然后点击搜索 那么下一步呢 我们就是需要模拟翻页的内容了 那么我们首先需要获取这个页数 到底有多少页 那么点击美食 然后搜索之后呢 我们下一步肯定是要等待这个页数 要加载出来 那么才可以 所以我们这里需要再加一个 呃等待的一个判断 那么我们在这里就是 再加一个wait 然后下面加入一个正在条件 那么和上面的这个出入框是一样的 那么直接判断这个是否存在就行了 然后再加入它的搜索目标目标定位 然后同样用css selector 然后它选择一下 我们选择一下这个页数 审查一些原代码 然后找到它的css选择器 好 那么可以看到这里这个共100页 它是写在一起的 没事 我们copy一下这个选择器 好 然后将这个总的页数返回一下 先复制为一个total 返回它 返回的就是它的一个内容 也就是说.text 好 好 接下来完成之后呢 我们注意到这个wait 它容易引发timeout exception 好 我们看一下这个文档 可以看到在下面它说 如果超出了这个整体时间 它就会抛出这个timeout exception 也就是说 如果你的网速度过慢 或者是日软器 加载出现了一些问题 得不到这个目标 那么就会出现这样的错误 那么我们在这里 要捕捉一下这个错误 使用try accept except后面加上timeout exception 需要引路一下这个 这个错误类 好 然后如果出现错误的话 我们直接重新请求一次就好了 然后我们需要return 因为这个search 它本身就是带有return的 那么这里就需要用递规 递规的方法 再return一下search 那么这样用的时候 我们这里就是复制一下 然后打印一下 这个total 看一下运行结果 好 没问题 整个块我们已经完成了操作 好 这里已经打印出了total 然后共110 但是我们这里需要用的是100 这个数字 那么我们需要提取一下这个100 然后需要我们这里用最简单的正在比较式 就可以了 然后用re模块 我们引路一下这个e 然后编译成一个正在比较式对象 然后这个正在比较式 我们直接用-d 数字 我们就直接找出这个数字 然后用色试方法 然后色试方法之后 拿到group 然后把它打印出来就好了 我们再次运行一下 对 这个地方还需要把它变成一个int 因为它可能是一个字符串 然后我们需要前面加一个强制转换 转换成一个int 再运行一下 好 没问题 这里有一个成功数出来一个100 这个数字 好 然后下一步我们就是要进行循环 我们需要从第二页 然后一直到total这个页面 一直循环下去 那么我们只需要定一个认质方法 然后实现这么一个便利就好了 我们首先看一下这个淘宝这个页面 那么如果要翻页的话 下面有两种 那么第一种就是点击下一页 然后第二种就是在这里输入到第几页 然后点击确定 因为我们现在遇到一个问题 就是说我们要判断这个页面 是否已经加载到下一页的话 我们需要有一个判定条件 也就是说这个高量的这个 比如说现在是一个1 然后我们要判断这个当前选中的 页面里面是个1 那么我们就证明它已经选中了 那么如果是个2的话 那么就判断当前的这个页码里面 这个高量的这个这个里面 这个数字是个2 那么就判断这个页面就已经成功的翻到第二页了 但是如果要点击下一页的话 我们就需要传入一个参数 也就是说把这个12345当作参数来传进来 但是如果这样发生了一个错误的话 我们这个传的参数啊 然后可能就会导致错位的一个问题 然后这种解决解决方案就不是特别的特别的影响 那么比较简单的一个方案呢 就是说我们可以直接在后面 比如说在这个地方输入我们的页码 因为我们正好拿到了这个整个的要加载的页码数 我们只需要在这里输入各个页码数 然后点击循环即可 如果出现了错误 我们还可以进行重视 那么我们也不需要关心这个传入的参数 到底是12345是多少 到底是第几页 所以说我们我们这里可以明确的知道 当前翻到第几页 然后再用那个判断 然后得到这个条件即可 我们定义next page这个方法 就是说用获取下一页 然后参数用page number 也就是说是当前的页码 我们在man方法里面 然后把这个页码传进来就好了 好 那么首先我们就需要拿到这一个输入框 也就是说要到这几页 然后再拿到后面的这个确定按钮 然后再点击即可 那么首先我们可以发现这上面和这部分和上面是非常相似的 我们直接拿过来 直接改一下这个选择器就好了 好 然后在浏览器中 选中它的CS选择器 copy一下 拿过来粘贴过来 然后这个确定按钮呢 然后这个确定按钮呢 我们也粘贴一下 拿到这两个元素之后呢 我们就可以首先对这个import首先清除它的内容 然后再输入当前的页码 首先调用clear 然后再调用send case 把这个页码传进来 然后结束之后呢 我们就submit 然后点击click 教你们这个click方法就好了 好 好 那么点击click之后呢 这个网页肯定就执行了这个翻页操作 那么我们要判断这个翻页是否已经成功了 我们就直接判断一下当前的这个页码里面的数字 是否是当前的页数就好了 我们找一下这个文档 那么可以看到这里有一个判断条件 就是说text to be present in element 也就是说在这个元素里面有这样的文字 那就说明它已经翻页成功了 那么在这里我们就找到这个高量的这个页码数 好 然后选中它 选中它 我们就判断当前的这个里面的文字 它如果是2的话 那就证明它已经翻到第二页 好 我们在代码里面实现一下 wait until 然后加入这个刚才的那个判断条件 也说text to be present in element 这个判断条件 然后再把刚才的那个高量的选择器 加进去 by css selector 然后我们再选中一下刚才的那个选择器 好 它其实是一个item 然后是active 然后是里面的span 然后后面的这个三数呢 就是需要传入当前要判定的这个text 我们用自不串 然后stir page number 传入进去 好 那这样的话我们就完成整个判定 那么外面我们再加一层异常的处理 还是用这个timeout exception 那么如果出错了呢 我们就重新执行这一次请求 然后重新执行第一归调用一下就好了 好 完成之后呢 我们来调用一下这个next page 这个方法 那么我们需要在下面的这个man方法里面 加入一个循环 那么我们用range方法来实现即可 那么首先我们用一个for循环 for i in range 那么range的开始条件呢 我们肯定要从第二页开始 那么第一个参数就用2 第二个呢 我们就用total total加1 因为我们要循环了total这个野马 那么range就需要加1 然后调用一下这个next page 传入 好 运行一下 好 发现没有问题 它一直在翻页 一直在翻页 成功 没有什么问题 第四页 第五页 第六页 第七页 第八页 你看到翻页的速度还是可以的 好 终止运行 好 到此为止呢 我们这个翻页的这个操作就已经完成了 那么接下来呢 我们就需要分析一下整个的网页内容 然后将它解析解析一下 然后得到各种宝贝信息 那么接下来我们定义一个解析的一个方法 cata products 那我们分析一下网页的结构 先看一下这些宝贝信息它的HTML代码 好看一下 我可以发现它整个的一个DIV是一个item 然后每一个宝贝都是用一个item这个区块来包围的 最外面呢 它是用一个大的一个区块 然后在外面还包了一层item字 好 那么选择器就很明朗 我们把这个ID 劃平一下 然后里面是一个item字 然后在里面是一个item 我们只需要选择这个item就好 好 接下来我们首先判定一下这个item它是否已经加载成功 好 加一个判断条件 那么就用这个原来的那个加载成功呈现的这个条件就好了 好 用csselector 然后传入这个选择器 好 加一个警号代表ID 然后后面是一个item字 然后后面是一个item 好 如果这个例行之前通过的话 那也证明这个例 所有的宝贝信息就已经加载成功了 那么后面的话 我们要进行的操作就是用pyquery来解析一下 那么首先我们拿到这个网页的原来码 用browserpagesource 然后可以拿到整个网页的原来码 然后下面一步呢 我们就导入这个pyquery这个库 然后解析一下整个的网页原来码 importpyquery 然后aspq 因为pyquery太长了 我们就用pq来代替 然后传入这个atm 然后接下来我们就直接选 选出这个所有的item 然后可以直接把这个cs选择器 copy下来 复制为一个item字 然后后面调用一个item的方法 可以得到所有选择的内容 好 那么我们再循环一下这个item 好 那么接下来呢 我们就需要分析这个item里面的所有内容 比如说这个宝贝的图片啊 或者是标题啊之类的信息 好 我们看一下 首先我们分析一下这个图片 那么图片的话可以看到这里面啊 是一个image 然后外面它是包含包了一层啊 pick box inner 然后pick 然后它是有一个image的一个class 然后我们要获取它的图片链接的话 只需要获取它的src属性就好了 好 我们在这里直接复制为一个image 然后用itemfind 然后获取它的内部元素 然后它的选择器是pick 然后image 然后它的属性 获取的src属性 用httr获取即可 那么接下来我们再获取一下它的价格 价格的话 外面是有一个classpress 成为一个选择器 我们只需要用press来选择就好 那么下面还有一个付款 好 我们这里就只需要获取它的标签里面的文字 就好 是吧 然后我们发现678人付款 这个人付款我们不想要 我们还需要再处理一下 好 我们在这里首先处理一下press vand dl plus 然后用text的方法获取它的内容 这个标签里面内容 然后再用 再获取一下这个成交量 然后可以看到这是一个dl cnt 然后dl cnt 然后直接用text的方法来获取一下 我们如果要去掉后面的3x的话 我们只需要用mall 然后-3就好了 因为-3是代表倒数第三个的意思 我们只需要从最前面 然后倒数第三个就好了 接下来我们再看一下标题 标题它是一个title的class 然后里面也是没有任何的其他的外信息 用text也可以正常的获取它的标题内容 好title 然后find title 然后获取的text 然后接下来还有它的商品 商铺信息 外面是一个shop 其他的我们展开一下看一下 这个这里面也没有任何的其他的文字信息 我们用text也可以正常的获取 然后接下来是地点location 好看一下 写一下shop等于itemfind shop 然后用text的获取 然后location同样的原理 然后可以这样获取 find location text 然后打印一下 好 那么这个该products怎样来调用呢 那么在第一个方法里面 我们肯定是要等到页面整个加的出来之后 再调用 那么就需要在这里 调用一下 那么翻页的话也是需要在最后的那个判断 成功之后调用一下 好 那么整个的这个调用解析 我们就已经完成了 好 那么我们接下来就运行一下 看看它的有什么输入结果 可以看到它一直在翻译 一直在翻译 这边也一直在输出先的内容 还有没有问题 这边的话就输出了一些字典 然后标题 然后价格 地点 都没有问题 图片也有 shop 有 成交量也有 都没有问题 好 那么下一步呢 我们就需要将这个内容保存到数据库里面 MongoDB 我们首先定一个配置文件 比如说叫compact.py 定义一下mongoDB的一些相关配置 比如说 首先定义一下mongoURL 它等于localhost 这个就是说本地的一个数据库 然后mongoDB 这是数据库的名称 我们定义为淘宝 然后接下来是一个表的名称 我们定义为一个godac 好 好 我们接下来需要在这个类里面引入一下 在最上面 from config import 新 import新之后呢 我们就可以引用这所有的变量 我们把这个 然后引入一下pymongo 这个bar 然后声明一下 mongo的联系信息 Client 等于pymongo mongoClient 然后输入mongoURL 然后接下来指定一个数据库 等于client 然后用中括号 然后输入mongoDB 好 接下来我们就定义一个保存到mongoDB的一个方法 定一个 co2mongo 好 然后参数的话就是这个字笔 然后我们判断一下 如果它保存成功的话 我们就要用insert这个方法 好 然后把这个字笔穿过来 如果成功的话 我们就打印一下 保存mongoDB成功 然后把这个result相应的弹音出来 我们调试一下 因为在保存过程中 它可能会出现各种各样的错误 我们加一个异常处理 因为它可能会出现各种各样的异常 然后我们直接引用负类的异常 然后如果出现异常的话 我们就直接输出寸出商mongoDB错误 然后再把这个结果输出移载 好 然后在后面直接调用save to mongo 然后把这个product传进来就好了 好 下面我们运行一下这个程序 可以看到它正常的加载 然后输入美食 然后自动点击搜索 然后开始翻页 好 第二页第三页 那么这里 我们就可以看到控制台已经输出了 村市场mongoDB成功 那么这就证明我们的mongoDB 就已经成功的潮流数据 我们打开mongoDB口端 看一下 可以看到这里有一个淘宝的一个数据库 然后点击展开之后 有一个product的一个表 好 我们看一下里面的数据 好 没有问题 有名字 然后价格 成交量 没有问题 好 我看一下后续的一些内容 可以看到 嗯 现在已经插入了几百条 嗯 都没有问题 好 好 这样的话 我们的数据就成功的插入到mongoDB 好 好 然后这个 我们再进行进行一下最后的处理 这个man方法之前完成之后 我们就把这个浏览器关一下 好 直接close方法就好了 好 然后下一步呢 我们就是看看能不能把这个chrome 然后变成playtime.js 因为当前的这个chrome 呃 因为它出现了一个浏览器来模拟运行的话 就太麻烦了 我们需要让它什么都不出现 就让它的后台运行 那么我们首先把它改成一个planetam.js 那么如果你想成功的料理这个planetam.js的话 啊 你还需要安装planetam.js 这个无界面浏览器 我们搜索一下 好 打开playtime.js的官网 好 可以看到最醒目的地方有一个download 然后剪辑之后可以看到有一个下载 这里有windows版本 mac版本 然后还有linux版本之类的 你要做的就是把这个CIP下载下来 然后把它配置到环境面量里面去 那么如果配置到环境面量的话 你打开控制台 然后输入planetam.js 如果成功的出现这样的调用的话 那就说明你的planetam.js就已经安装好了 好 安装好了之后 我们再看一下这个planetam.js 它相对于chrome来说 它还有一些高级的配置 好 我们点击这个API 好 然后可以看到 这里有一个command line 也说命令行的一些接口 那么可以看到这些接口 我们有很多很多选项 比如说这里有设置cookies 然后设置硬盘缓存 然后设置是否加打图片 还有下面的一些是否忽略安全协议 然后之类的东西 那么这些相对于chrome来说 应该是算是比较容易的一些开发者的一些配置 好 那么如果要定义这些配置的话 我们可以在config里面 加入一个参数 就是service.js 好 它是一个数组的形式 你只需要把这几个面令行的一些选项 copy过来就好了 好 我们首先定一个是否加载图片 因为这个图片它默认是加载的 我们把它关闭掉 可以让这个浏览器更快的运行 就是省去加载图片的时间 好 定义为一个force 然后我们还可以开启一下换存 就是disk.cache 我们把这个复制过来 它默认是不开启的 我们把它开启一下 把它改成处就好了 好 然后我们就在PlanetM.js后面加一个service.args 这个参数 把service.args传过来 那就好了 这就这样的话 你就可以成功的设置好这个选项 另外的话 这个PlanetM.js 我们还需要设置一下窗口的大小 因为它可能默认的话窗口大小是比较小的 然后会影响一些操作 那么我们在这里设置一个1400x900 那么我们再加一些调试件器 因为它没有界面 在这里加一些print输出 然后看一下 在这里加一个正在搜索 从下面翻页的话 就加一个 当前翻页多少了 现在翻页 然后page number 把这个页码 然后也输出出来 好 这样的话 我们就可以直接用PlanetM.js 然后来模拟我们的请求了 好 这样的话我们可以发现 在这里没有出现一个chrome浏览器 可以发现同样的结果 好 这样的话 没有浏览器 整个程序都是在后台运行的 然后没有一些繁琐的一些影响 好 可以发现也是成功的加载出来这些结果 然后潜出到了mongotb 好 效果都是一样的 那么我们再看一下整个程序 再完善一下 那么我们现在是搜索的美食这个操作 我们还可以改一下其他的关键词 比如说改一下keywords 我们把美食这个words放到外面去 然后把这个做成一个通灵性的设置参数 然后在上面把这个美食替换一下 替换为keywords 如果你要搜索其他内容的话 你可以把config里面的东西改一下就行了 可能keywords改一下就好了 另外呢 我们还需要在这个曼方法里面加一些异常处理 如果他出现任何的异常的话 我们不要让他中断 另外的话要保证这个浏览器最后要关闭表 所以我们这里需要加一个track-sept-finally 这么一个架构 首先加track 然后finally finally就是说你不管出现异常还是没有出现异常 最后都要执行这个操作 另外呢这个异常我们直接捕捉这个whole的异常 那就好了 所以说在这里我们直接except exception 然后直接输出错误信息即可 当然你也可以定义一些特征的异常都可以 好到此呢是这样整个实战项目就完成了 好以上便是抓取淘宝美食的一个过程 希望对大家有帮助 谢谢大家